喂 加勞給你進去看一看 來拆的時候 我真的買得很好 去到挪威的奧斯陸的Cost 我終於都看到這個傳說中的雲朵包 加起來一大一小是六百多元而已 我想說真的太划算了 下一個品牌就是weekday weekday也是北歐的品牌 也有很多間的 不算太貴 但是也不是最便宜的那種 大家可以拿一些ZARA的範圍 第一個我買到的就是 一個灰色的長桶物 也是造型的 可以搭球鞋也可以 又或者搭ballet flat也可以 下一件我就買了 這一種質地的貼身外套 當然你可以當它運動衣服穿 但是你也可以很時常地 將它上下的拉鍊分開來拉 你就可以露出你的小蠻腰和你想露的肚臍 你也可以當它是一件冷氣外套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那個Hood也比我大 因為我很喜歡 而且追求衣服後面的Hood 這個帽子一定要大 而且戴上頭不會去到這裏 是一定要去到這裏 或者以下 之後我就看到一條非常舒適的 看來就已經很舒適的 一條Jogger pants 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 它前面不是一般的橡筋頭 而是一來就是這樣的綁繩 沒有一棒橡筋帶在阻礙 我覺得這些設計的褲 都是很流行的 你可以玩低腰 也可以正常腰卡住也好 我這個尺寸是超小的 就是這樣 超舒適 好 最後一件就是這個 珊瑚絨物料的長袖頭 它也是長的 穿了上身 但是腰的就是剛剛好在腰 我覺得這個款本是想 不如買一件最大件 但其實要是剛剛好才好看 原來這個款 所以最後我還是選擇自己的尺寸 都是超小的 沒錯 我是一個北歐的 應該就是超小的尺寸 所以亞洲就絕對不是 不需要擔心 不是我好瘦 而是那邊的人很高大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灰色 再混合 這個深灰色的一個 好像牛奶還是地圖 我都不懂 這些混搭的一個print 我覺得它非常舒適 穿上身不算 超級臃腫 亦都保暖程度非常之好 專櫃或者冷氣地方 或者是冬天穿 就會沒得定了 那來秋冬 它應該會是我的back's friend 那下一個weekday買到的產品 就是一個袋 沒錯 我連在weekday也買到袋 就是 我買了很多袋 其實是這個chip的袋 但這個真的挺便宜的 幾百元就有了 我就看它這個尺寸不錯 還有我喜歡這些 安全帶的 這些belts的設計 還有它這個位置 是一個好像 蠔殼的一個hardware 銀色的 我覺得非常之好 你可以拉到最近 就會是一個shoulder bag 這樣的概念 還有它的size 都裝到一個宇宙 就是一個繁布的物料 這個布 我覺得幾百元一個袋 看起來非常之classy 也很chic 你也可以斜背 又或者是單邊背 這樣長的 也是可以的 好 下一個就是Holtz Wailer Holtz Wailer的一個品牌 我完全不懂得讀 我只是亂讀 不要judge我 本身都覺得沒有興趣購買 但是無緣無故走在街道的時候 經過這間店 喂 行啊 不如進去看一看吧 我看到它的廚窗其實是漂亮的 原來是實物漂亮很多 所有東西很有質感 只是選了一件黑白色的 一件長T-shirt 它的獨特之處就是一個圓形的滾邊 還有它們封印的衣架 在胸口上 我人生好像沒有穿過黑白色的 而且我特意選了這個 是右色的 它有粗色的 但是我穿上身 都是右色的 是比較漂亮的 而且本身如果再配身一點的話 有一個 double extra small 但是我最後還是選了這個 X-small的尺寸 我覺得是剛剛好 穿在我身上 下一個品牌就是American Vintage 它裡面的衣服都是我第一次接觸的 但是我聽他們說 他們的員工好像說 香港剛剛在我們去北歐的時候 開了一個新的分店 但是我都在裡面買了一件的產品 因為他們的產品都比較色彩 很sharp 要不就不太合我的風格 或者是太過橙 它是一個剛剛好淡淡的螢光橙 我覺得挺好 它的扭都是配合它的色調 你看到線都是一樣的橙色 這件我拿了的 就是extra small size 穿上身就是這樣 它裡面其實就是配這些 crop top 或者背心仔 出去就已經很好看 很容易搭 很舒適 而且很保暖 我就覺得這個挺有型 這個我就買了 好 在American Vintage 都只是買了一件 之後也是買了一件的產品 就是在Urban Outfitters 終於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已經買了他們的online shop很多年 之後其實買他們的家品比較多 衣服其實真的是 這次去到那裡第一次見到才買 就是買了一條這個西褲 你看到它就是斜的 這裡有一塊東西蓋著 這個西褲就是平時人家上班的西褲物料 而它是闊腳的 所以穿上身是非常舒適 不會焗促 這個是S的尺寸 但其實我想extra small 都會適合穿的 純粹我怕自己沒有彈性的褲 吃飽了會太辛苦 所以買一個S就會比較適合 好 下一個牌子就是COS COS COS是一個袋款都不會看到 即使我之前去加拿大的COS 我都找不到任何袋子的蹤影 直到我去到挪威的奧斯陸的COS 我終於都看到這個傳說中的 雲朵包 一帶一世 買了回來啦 退了稅之後 這個我又成功退到稅 加起來一帶一世 兩袋是六百多元 我想說真的太划算了吧 第一個就是這個mini size 你可以這樣背 這裏這樣背會有點太勉強 但我覺得還可以 真的很便宜 看見它是黑色 又容易配襯 就一定要買了它 之後呢 這個黑色的本磚 我也是 因為它真的背上身 超美 而且很貼 貼得來它又有個型 放到一個宇宙 有沒有跟我的TOPUS有一點配襯 它有一點可惜的點 就是它沒有其他的顏色 雖然也有另一個黑色大的存貨 但OEN也想買 但OEN真的不配合黑色 所以最後沒有買到 一帶一世的黑色就給我買了 哇 好開心啊 那說袋 說得非常興趣 那不如繼續袋 最後一個我在北溝之裡買到的一個袋 就是走進一間二手店 Vintage Shop裡面買到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Vontage的Vintage袋 你看到它裡面也有容量非常之好 它是一個圓筒型 迷你圓筒型袋 這樣放在身上 剛剛好 在這裡 但是它好像是否只有一個背法 這樣不是那麼好 一邊有兩個扣 你可以再扣回這條鐵鏈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Double Strap的 一個迷你shoulder bag 你看到它真的都算是 保持得很好很好 新正的 買的時候都是幾百港元 所以我就覺得是一個Big Deal 還有是 撿到補的感覺 然後就變成了挪威的特產 就是咖啡 在挪威就有超級多出名 而且是很厲害的一些咖啡店 其中我們就特意去了 這個世界第一名的一個咖啡店 去買了他們的咖啡豆 我就買了四款 就是不同的產地 這個就是埃塚俄比亞 非常之classic 然後這個紅色就是秘魯的 然後還有肯亞和哥倫比亞的豆 肯亞我真的沒有喝過 其他三款我都喝過 而且都覺得穩陣的 所以我就買回來自己 沖看看那個香氣會不會更好 之後我都再買了咖啡豆 這一間就是世界第一 是拿了兩次 澳洲冠軍都拿了六次的一間咖啡店 就是Tim Tim裡面買的咖啡豆 我都買了兩種味 一個就是Bartian 叫做Caballero 這個就是Tamara Natural 兩個都是不同的 我都想自己嘗試 但是可能我真的喝不完 我就會分給我身邊的朋友 好,咖啡豆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到北歐 另外一件非常之特產和盛產的一件事 就是家具 大家知道IKEA有多出名 雖然我們不是去瑞典 但是整個北歐的家具 無論是家具也好 他們的家品也好 都是非常精緻精美 有taste 以及工藝非常之好 所以這次我們都特地去了一間 在郭本哈根都很出名 叫做A-R-H-O-J-A-H-O-K 是不是這樣讀呢? 不知道 大家聽 就是這個店 都是盛產一些陶瓷和玻璃工藝的產品 我們進去就覺得 哇!新世界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幾樣的 我都買了三個 這個就是杯 你看到這個麥克風是一個陶瓷的質地 是藍色、綠色和米黃色的混合 下面就是它的陶瓷 上面你看到一些亮的物料 就是塗層 我覺得這樣滑下來是超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個人很喜歡漸變色 完全是抵擋不到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不行啊 我一定要買 但是之後我就看到 太美了吧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太美了吧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玻璃杯啊 它在外面 有一些條條的設計 很流線型之外 很立體 然後顏色配得超級美 這個是Tumblr來的 你怎麼用就怎麼用 太美了吧 然後我看到一個再大一點的 不行 我覺得這個我真的要買 因為家裡都需要花瓶 大家看不看到 怎麼可以看到不買呢 它漂亮到一個世界盡頭 因為剛巧那個窗台需要擺花瓶 這個真的很美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形容到 我看到它的起源 回來拆的時候 我真的買得很好 北歐的家具 真的太厲害 他們的家品 太美 太獨特 全部都是一款 全部都是人工手製 真的很漂亮 很特別 在香港 又或者在網上不會看到這些 好 在哥本哈根 OEN也找了一間很有特色 很適合它 那些風味的 一間IG小店 我都買了兩隻杯 一隻就是玻璃的扭紋杯 它的底部是做了這個 很潮的紫色 超漂亮的 這個扭紋杯 大家看不看到 之後也買了這個 非常獨特 還有一點歪的 一個杯 我就看到它的配色很漂亮 還有特意選了一個小歪的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太獨特了 真的 而且它是特意做了一個 不是圓形的 還有一點粗糙感的 一種raw的感覺 的一個口 我就很沈迷 在Krax 我也買了另外一個小花瓶 水瓶 真的看到它的流線有多漂亮 首先它下面這個 青檸黃 我會覺得很漂亮 上面這些半透明的波浪 就是做了一個磨砂的質地 你摸下去 刮下去是會有聲音 是不同的 本來它是做一個Display 插著了幾支假花 在上面的核 這個賣不賣的 我想要 立即就買了 這個是大概港幣一千頭 我就覺得超值 這些獨一無二的作品 還有手工製 說出來都威 它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 然後我們就無意之間 去了一間咖啡店 這個也是他們的咖啡師 都拿了很多國際的獎 就是這一間的咖啡店 所以我們剛剛買了一隻 拿回來威也好 紀念也好 它的黑色 裡面是全白色的 我就覺得 nice 然後就是在挪威 走過一間的書店仔 買了兩隻黑包店 我看它外形很吸引 不知道它是誰 純粹是被它們的皮肉吸引 一個黑底金燙的封面 這個就更深一點 我看它應該是雙碟的 因為都頗重一下 用來放在我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都是長期放了 我的黑膠碟的Display 漂亮 之後都可以很快和大家 Display一下 我買了什麼的Poster 來換 這個就是Louisiana的Museum 在哥本哈根裡面 看得很漂亮 而且很適合我家的vibe 這一張也是在Louisiana 看到 我覺得 家裡看起來也挺清新的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是一個泳池的vibe 這個也是在Louisiana 買到的 小一點的Poster 這個就是 搭飛機那張小桌子 之後有一杯飲品 人生充滿希望 和很Chill的一個感覺 真是一袋網袋裝著的茶 一樣都是很適合我家 和都很溫馨 平時看到的嬰兒 會有ABC 或者動物的 啥啥聲的 用來訓練嬰兒聽覺 和觸感的書 我看到報紙版 雖然你沒有一個字看得明白 但是 它也是這樣的購物 我真的買了很多 我沒有看過 是有報紙版 真的非常之好 繼續就是Museum的系列 有這個 剛才說過的蠟喊 蠟喊 我就買了他們的傘 超美 有看我們vlog的話 都知道我們已經立即使用了 走出Museum 我是很喜歡他們的傘 那個質地 是很厚實 不是那些廢柴垃圾袋 那種質地 它漂亮得是 嘩 如果不是太大雨的話 都真的很漂亮 都是按鈕 然後開和關 然後再重新 它就可以再來 超高質 這把傘 我是給它滿分 我也買了他們的 這個 蠟喊的啤牌 就是收錄了不同的畫作 很有藝術感的一副啤牌 我覺得 做手信也是非常之好 我們又去了另一個Museum 這間座留在哥本哈根 這個狼狼人 這個狼人的蜜蜜 這個埃及貓的蜜蜜 匪夷所思 就買了他們的 埃及道量行的一百尺 不用怕 不是廢物 後面是有正常人類用的 一個道量行的一個尺 之外就再買了他們 埃及洞穴裡面的 一個壁畫的那種 texture的一個圖 純擺設 就是貓頭鷹 看到它就是一塊的板板 好 之後 也想快跟大家說 兩張postcard 這個都是在 街上的一些書店買到的 就是一些立體的 一個立喊的明信片 第三類第七類接觸 就是這樣 另外就被我發現了 又有機場特產 Hinda出奇蛋 他們的出奇蛋 就是用Original 這個朱古力蛋的形狀去做的 不是現代筆筆的零趣味的出奇蛋 這個就是買來做手信的 我看到有一個朋友很喜歡 比卡超 我看到之後 就買這個給他 還有那個蝦筋 一隻英文字都沒有的 挺好的 最後就買了這個 有一個Oslo的 一個Botanical Gin 46% 完全是我不喝的 因為我不喜歡喝Gin 我覺得很難喝的 但是我覺得做手信 還有最後一刻在機場 洗完現金 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還有兩個產品 我在哥本哈根的drugstore 就是類似萬寧的 一個物體發現到 我看到之後 我就立刻拿了兩支 一支是Babyshark 一支是Frozen的洗手液 究竟有什麼來頭 我要是千里條條拿些液體回香港呢 你拿了一個紙仔 在一個BB要洗手的時候 怎麼可以讓他乖乖地養成一個洗手的習慣呢? 有哥仔的洗手液太適合來送給小朋友了吧 所以我就托了兩支回來送給朋友仔 終於一口說完 我這次Bugout十天買了的 我真的買了很多 我這條影片應該長得瘋了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過癮 看人家花錢都是一件樂事 我都喜歡看人家買了什麼 都在這裡再一次溫馨提示 大家一個慘痛的經歷 和一個經驗 是促速大家一定要去歐遊的時候 買到的產品都要檢查清楚 你買的產品的那間退稅的公司 你在那個地方可不可以退稅 又或者去到另一個國家才退稅 要問清楚 不要像我這樣 損失七千元港幣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如果是開心的話 就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也可以收到影片的通知 我們如無意外就在下條影片 和IG記得再見 大家看見 …